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身边正好有这么一个人 你又想打动他的话 写一封思想深刻 情意与人们的心 往往会比一个两万块钱的包包更让他心动 当然紫色有很多种 喜欢不同的紫色 内心也不那么一样 浓郁的红紫色带有更多原始的冲动和欲望 喜欢他的人在这个阶段往往更渴望一段成熟的灵与热 完美结合的亲密关系 他们的理想办理可不是什么小奶狗啊 什么白鱼兽啊 你得是一个思想深刻又信义盎然的熟男熟女才行 范兰的浓郁紫色则带有更多灵性的力量 喜欢他的人对有深度和高度的精神世界更感兴趣 想要打动他的心 你得有深刻的思想 而不是高超的厨艺 对于他们来说 只是吃吃喝喝的生活 太过于肤浅 只有遐想和思考才是生命的真谛 能够把这种紫色穿得很好看的人 往往也容易在哲思或者艺术创作领域有不错的表现 淡紫色呢 清明梦幻 喜欢他的人都扮得对有个仙子梦 甭管是男是女 反正不识人间烟火就对了 他们爱幻想 爱美 是妥妥的颜值控 而且在交谎上 他们也比较被动 喜欢对方主动一点 甚至霸气一点 所以如果你要请他们吃饭 他们在没有明确意向的时候 你最好果断一点配饭 但是记住 再好吃 也不要去大排档 最好得吃一个小有情调的精致小店 柔和的灰紫色把灵性隐藏起来 克制又感性 喜欢他的人很可能有一个古料的灵魂 用一个睿智又细腻的心去感受生活 他们能动弃身边的一切 看破不说破 他们的品位也高 一般的人和物很难打动他们 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一个这样的好朋友 那么恭喜你 能入他的法眼 你的品位也不低 如果你喜欢所有的紫色 那你一定要好好开发一下自己的灵性对量 相信你的直觉 跟着你的心 勇敢去做尝试 你会发现你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想要知道紫色怎么穿好看 关注下一个视频吧